我不是差一点以为我的入文是要挂了 是还好没有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下关于毕业入文的终点赞 也就是非常多人闻风善胆的毕业答辩 听到毕业答辩这四个赞 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心惊胆跳的一个过程来的啦 虽然他也只是把我们的入文 论文present给我们的这些答辩老师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在小母书上面拔一拔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蛮多学长姐他们有分享过他们答辩的一些经验 有的人呢他们就会经历过一些老师会比较鸡蛋里跳骨头 有的人比较幸运像我这样子遇到一些比较温柔的一些老师 这个我个人觉得的话真的是蛮看运气啦 当然运气是一回事情 其实更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present的时候 然后我们应该要如何充分的准备好毕业的答辩 那下面呢我就会来分享一下我当时候毕业答辩的一些经历啦 首先就是在我们提交我们的论文到我们学校的system go后 学校他们呢就会去安排做查冲 那如果查冲那些都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会给我们相继安排做一些毕业答辩了 像我们的学龄的话 他会按照你写的这个论文方向来去安排你的毕业答辩啦 就很像之前也有给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写的方向 不是国贸而是人力方面嘛 所以我答辩的老师呢 他们都是人力相关卑族的老师来的 而不是说把我安排到国贸那边去 那日期安排下来 一步后我们学生就要自己去做PPT了啦 那因为到时候我的学院呢 是有要求我们学生的PPT不要超过午夜 然后就会有跟我们讲说 汇报过程大概是3到5分钟 然后询问环节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当然每一间的学校可能也会有不同 所以建议各位学弟妹们也是要以学校的标准为主 因为要根据学校的一个要求嘛 所以当时候我做的PPT其实是蛮精简 真的是刚刚好午夜罢了 同时呢我也是有上史红书考察了一下 看一下答辩他会问到什么问题 同时呢也是有看到蛮多学长姐有分享 也包括我自己也是有观察到 其实很多时候那些答辩老师都是一边听你讲你的presentations 然后一边再看你的论文的 无论如何都好 PPT方面呢最主要还是能够做到两点啦 就是精简跟讲重点 那进入答辩环节呢 因为我是网上答辩嘛 所以我是可以准备答辩稿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学弟妹们都应该都已经是入境中国去上课了嘛 所以接下来如果做这些答辩是蛮大的可能就是会需要现价答辩嘛是吧 如果现价的话大家加油 讲回来就是那present他并不是最让人紧张的啦 最怕的是你的位置排在后面 因为我就是那个排在最后一个的人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组里面有10个学生这样的 然后你前面的人被讲你就会一直听嘛 然后你就吸收了那种很紧张的那种氛围感 可是怎样的好多都要让自己淡定下你懂吧 我那时候其实还好虽然就是也是有听到的一些让人蛮紧张的东西 可是我更多是有在观察我们那时候答辩族的老师他们的pattern 还有他们会问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啦 答辩的话他说实话就很像我们中学的时候去班上前面做presentation 那样present完两个过后老师在问你一些问题这样子啦 基本上来讲其实只要论文是我们自己做的话 基本上老师问的问题我们都是能答得上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说不会遇到一些挑刺的老师啦 因为真的是有些时候有些老师会比较挑刺 然后他表达个问你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因为我感觉你自己好像pua这样的 就好像我认识的一位学姐他遇到的这个答辩族的老师呢 就说话可能会比较让人都不舒服一点 当然有的虽然挑刺 可是有的老师呢他就会比较的温柔 就好像我的啊虽然指出了我论文里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是啊他们都是还是属于比较温柔温和的在跟你讲 你的论文到底哪有问题 但是真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很让人紧张 虽然是我的老师他们真的是很温柔 但是他们指出我问题的时候我都是差一点以为我的论文是要挂了 你知道吗 可是还好没有 真的是还好没有 因为我后来想想 我就觉得如果我的论文真的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我的导师不告诉我 因为其实在我去答辩之前 我的论文导师他就有一两次帮我看了一下我的论文 然后如果我讲哪里有问题需要再修改一下 所以会想如果需要挑刺的话 我的论文导师一开始就会挑很多的刺了吧 所以面对答辩老师真的不要太紧张 按平常性的去做presentation 好好的回答答辩老师的问题就对了 反正就不要跟答辩老师干 因为如果你跟答辩老师干 他会干不可能就会ban你了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是蛮多小红柱 上面很多学长姐很多用户都有在分享 反正你不要去干你的答辩老师 有什么问题 能答的就答 不能答的讲 OK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这样子 基本上来讲如果你的老师是已经看了你的论文 跟你讲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他的就是要看答辩老师那边是想要怎么样了咯 那最后来分享一下答辩大概会问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都是我在当时候答辩的时候 我听前面那些学生被问了什么问题 然后忙下来的 当然建议学弟们可以继续在小读读上面去找一下 有没有其他可参考会被问到的一些问题 当时候呢我记录到的大概有五个这样子 第一个呢就是会问你理论相关 比如你的理论是否能够去支撑你的论文 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会问你的样本 就好像如果你是做实证型分析的 就会问你的样本是去怎么收集的啊 你的对象是谁 你收集的这些样本 他是否可以想不到你的论文等等之类的 第三个呢就是很general的一些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 第四就是一些规范性的问题 所谓的规范性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格式 我们毕业的论文哦 它的那些排版啊跟字体啊等等之类 它其实是有一个规范的 所以这个呢它是需要以你的这个学院跟你讲 应该要以什么标准去排版 你就去跟字就对了啦 那第五个呢就是你研究的这个东西 它对某一方面可能对人 对环境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子 这些都是我当时候有记录到的五个问题啦 那从这些五个问题来去看的话 其实真的只要论文是我们自己写的 基本上都能打得上啦 所以大家尽可能不要太紧张 然后会平常心去打遍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论文要自己写不要找败写哦 好啦那关于毕业论文的方方面面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那希望这三期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到未来 需要写到论文的各位学记妹们 然后也预祝各位学记妹们写论文顺利哦 那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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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